好 继续回到高雄现场来讨论南区资源回收场 要如何来做一个重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请厂长来帮我们先说明一下 目前环保局的政策还是比较倾向用ROT的方式吗 那大概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那么跟之前的BOT 没有办法完全这个招标绝标的原因 又是差别又是在哪边呢 厂长来说明 我想只要对于我们的这个资源回收场 能够去做相关设备的一个更新的一个状况 让它可以效率更好 其实所有的方案都是在我们评估的范围之内 那过去的话我们其实在107年 就有尝试做所谓的自办整改 那自办整改的一个部分 因为有一些的一个技术上 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界面的一个问题 还有权责不易区分 还有验收困难 还有厂商风险过高 以及当时的一个工程时机的可以来承担的厂商不足的情况之下 导致在108年三度流标 所以这三度流标指的是我们在自办整改的这一个工程 所以之后我们就尝试着因为毕竟还是需要新的设备 尤其是导入所谓的AI智能化的一个操作 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粉化效率更高 所以我们也试着提出所谓的建新厂的一个概念 那当时就会希望说引进民间的一个资金 跟操作的一个弹性 就有之前所谓的一个BOT的一个案子 但暂时在沟通的一个过程中的话 一样还是会有一些的需要去沟通的地方 要花一些的一个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设备的一个部分 还是需要进行改善 尤其是这个环境部在109年公告的一个 所谓的新的氮氧化物的加盐的标准 所以必须我们要能够在比较快的一个时间之内 去改善我们的空屋防治设备 那所以我们不断的一方面持续针对盖新厂的部分 跟各界去做沟通 那我们希望说在沟通的过程中 也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引进民间资金来进行空屋防治设备的修散 才会有后续所谓的ROT的这一个案子出来 那不管是哪一个的一个方案 其实目前都是在所谓做可行性的一个评估规划 评估规划当中 是OK好 所以有时间上的压力 因为环境部有一个氮氧化物的一个标准 对 那资金的部分呢 钱的部分有压力吗 市长这边还是环保局这边有些钱的压力吗 在财务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政府行政机关做任何的一个决策 或者是一个措施的话 一定都要进行相关的一个财务分析 那我刚刚说 沟通刚所说的 其实各种的方案都在我们评估的一个范围内 也都会有它的一个财务分析 它的优劣分析 我们都会做出一份完整的报告 来再去做相关的一个决定 OK好 那力量业员觉得呢 这样子一个用ROT的方式 财务上得有一些考量 时间上有些考量 那用公办公营的部分就可以完全排除吗 我想我秀一下 这是我这一次在咨询的时候所提出来 就是相关的公办公营BOT跟ROT 它的大概的那个差异在哪里 优缺点是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ROT由外面的厂商来做整修的动作 然后呢经营十年 十年后我们依然要面临到要再重建 那所以呢 十年后的重建 我们重新还要再思考 但是厂商花的ROT的钱 它就是整修这个炉子 那我们都知道 原来炉子的设计 刚刚这个厂长也有讲 其实它的温度 还是对于高热值的这些 一般事业废弃物 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好好的去烧 还是对炉子会有损伤 容易有破管 是是是 那所以呢 其实你在怎么整修 它就是还是会有问题 那所以ROT呢 虽然由外面的厂商来做十年 但是这十年我相信 还是会有很多的状况出现 那空污的防治 各方面的条件 我想这十年只能讲 就是说你就是用时间去 时间让它拉长 但是呢它并没有达到就是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说 整体的空污的改善 跟垃圾的真正的完善的处理的 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 已经从107年的整修到现在 各种的方案都提过 我觉得市政府必须要加快脚步的 去讨论 到底你要哪一种方案 那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地方上面不同意在用ROT 那为什么不同意 因为政府虽然不天天住在小港 但是我们的居民都天天在小港 那每天面丁的情形都一样 虽然政府省去了钱 就是整修的钱 那委由外面的厂商 看起来效率也比较好 那但是呢问题同样的情况 在小港还是一样十年 就是炉子的状态 应该还是都差不多的 那如果以这样的状态来讲 我们要求市府的是说 赶快来思考怎么样来做这个重建的动作 那重建的动作就是有BOT跟公办公营嘛 那如果BOT跟公办公营的状况 我刚刚听到这个赖教授在讲 我觉得我很认同的就是 第一个公益性一定要存在 就是说烧垃圾的这件事情 大家在想想看 好像一个分化炉跟你没有什么相关性 但是问题是你天天家里面 都会拎着一包垃圾出去丢吧 那这个垃圾如果没办法丢的时候 它会放在哪里 我们都听过很多外线市垃圾的问题 垃圾打包垃圾山到最后 张乱不堪的情形 其实非常多哦 那高雄市有幸的是说 我们有四个焚化炉可以处理 但是不幸的是 因为我们焚化炉太多 也很多的外线市的垃圾 想挤到高雄市来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高雄市对于自己垃圾的处理 反倒有时候比外线市的速度还要慢 所以说高雄市的垃圾是不是有优先权这件事情 我是质疑的 那高雄市的垃圾到最后当然还是会被处理掉 但是垃圾的处理可能 它的排序是在 比如说钢山人物 它可能会先处理它的炙烧量 再来处理高雄市的垃圾 那所以呢 以这个优先顺序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公益性事实上是稍微差了一点 那所以如何达到公益性 那就只有公办公益才有这个功效 如果不是公办公益的时候 我们很难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力 那另外呢 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有一个案子也判了 就是之前在南区焚化炉 有抓到就是这个磅秤 过磅秤 然后减磅的问题 然后这些人都被 就是被找到了 而且呢有判刑 那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是由民间来经营 如果有相同的状况 你想能够抓得出来吗 就是说这个透明度 就刚刚这个教授所讲的 透明度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郑重地呼吁 政府虽然对于这个资金的部分 我想待会还会再讨论 我待会再讲 那但是呢 各方面的条件看来 公办公益事实上是公益性最强的一个方式 好 就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用ROT整改 只能用十年 之后还要再做一个 次世代先进的焚化场 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要 还会再 之后还要再做一个 感觉上就是有点应急的样子 就如同刚所说的 其实各种方案 都是在我们评估的范围内 从我们的自办整改 一直到建新的这个焚化场 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评估范围内 那如同刚所说 就是在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其实因为现在随着AI技术的一个进步 其实工厂的操作 工厂操作其实如果能够导入AI智能化的话 其实它对于我们后续以后的一些的操作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可以更加的便利 而且也会让我们的设备损耗率也可以降低 所以其实能够有新的一个设备的话 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的一个方案都必须要有很多的一个沟通 但是因为这一个中央有一些排放标准的一个法令 即将上路的一些的时效性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去年的时候又提出一个就是 透过一个整改的方式 一个修建营运移转的所谓的ROT的方式 来进行至少让我们的空污防制设备 能够来让我们的废气排放标准 能够来符合即将上路 或是未来十年内可能面临到的空污 加盐标准的这个问题 那老师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新的技术 什么AI智能这样子一个技术 都在民间手上吗 我们没办法说公办公营的方式把它买来 然后再做一些设备上的一些更新 一定要用民营的方式吗 老师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回归技术面 那技术面事情我想 环保局还有政府这边都有在评估 那我们就不刻意去评断它 但是从刚刚我在提到 但是这个技术算是比较先进 确实可以达到 没有错 这个一些标准 对 但是 政府也可做 但是中间有一些 我刚刚讲社会公益这件事情 事实上谈到目前 我们没有都失去一件聚焦一件事情 就是回馈金的问题 因为刚刚议员提到 民众是活在这边 他二十小时跟他为伍 他这个回馈金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一个所谓的 回应这个利害关系人 所以这互为利害关系人 所以这时候 这个操作焚化炉 由政府来操作 他比较会强烈的去回应 这个利害关系人 譬如在他的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 譬如说他的改善环境的计划 譬如说去绿化 去污染控制 或是拿来做基础建设 在社区的交通或公共设施 还有教育 或是培训他这些环保教育 最近环保局对环境教育 这一句非常的重视 包括这个技能的培训 因为现在 就可能这些方面的资源 会比较益住在小港这个区 对 尤其还有社会福利 还有医疗方面 尤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它比较能凝聚社区 让社区能够参与 来理解做这些事情 那这些回汇金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政府它不是以利益当优先 以社会公益当优先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改善生活品质 一定会做得比民间好 好 谢谢老师的意见 好 那接下来我们 在休息一段时间 后来再继续讨论 有关于建厂的一些经费的部分 甚至可不可以让我们的 焚化炉变成所谓的炼金炉 有这个绿电 或者是这个固形燃料的 这样子一个资金 可以重新再挹注到 焚化炉的一个营运 这一段广告 后来再继续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